云通 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还有一些空中的朋友也跟大家问 今天当然非常的重要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吓破胆了 看到外资这样大笔的卖操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现在就分成好几个层面来讲 看盘跟操作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就是看盘其实有很大一个段落跟时间 这个比重它是用来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 但操作它其实往往在现在当下的价格变化下 必须做出一个判断 好比说现在盘面当中很多的股票 事实上它的卖点绝对不是在今天 但它的消息却是在今天 比方说国聚 那么国聚在这边可以看到在最近这两天 事实上它在外传有一些新闻 假如说你当时我们现在不讲被动元件而已 如果说大家有印象的话 去年很多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都听到包括什么金元代工要涨价 被动元件要涨价 对吧 像航运的话运价也是有涨价 那么你提到很多这种涨价题材 那我们来看到最近慢慢有一些这个新闻 一些讯息出来了 那记忆体是开了第一枪了 就是说这个涨价的幅度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领东将至 因为外资用了一个四个字叫领东将至 然后最近这两天国聚 那市场上外传 因为在这个通货商的地方价格也相对来讲 这个有机会降价了 那因为去年你涨的原因是因为涨价 你如果说现在主流规格降价的话 是不是大家对于 接下来第四季你的获利能力 就开始产生一个存疑 然后很多股票就这样跌下来 所以我们来以国具来讲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 你的起点点不是现在 你今天的急杀点是今天 而且报了一个大量 你起点点是在之前 这也就是说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基本面永远落后 因为基本面这个东西 它是用来解释盘面用的 那么你说 你说你基本面真的很熟的话 你为什么不在两三个月之前 你提前告诉我 当时国具还在高档说 今年到了八月以后 涨势可能不如预期 甚至有可能会降价 但你会发现市场上 没有报告这样写 对不对 没有人提前来告诉你 即便这数字当然永远落后 可是当下的股价变化却是领先 因为一定有人知道 只是他不见得是写报告的那个人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 先跟各位厘清这个观念 后再来解这个盘才有意义 对吧 所以价格的变化是在 所有你看得到的新闻消息之前 好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 大盘跌到这边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七月是内忧 融资问题 八月是外患 美国会不会提前缩表 那么九月是复建 唐晴再怎么跌总是有个底 但是因为你跌得太深了 而且是缓跌 所以你不会有一个办法就 V型反转弹上来 你一定会反弹再杀 反弹再杀 反弹再杀 到之后杀不下去 开始起掌 起掌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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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是一个人在复健一样 对不对 如果你刚从家户病床推出来 你不可能去参加奥运吗 你刚从家户病床出来 你一定是 医生叫你说平常要吃清淡的 对不对 不要吃太油腻 不要吃炸的 不要喝酒 不要抽烟 然后过了两个礼拜以后 慢慢下床走路 对不对 复健 然后十月才能够重返光辉 对不对 所以我的策略很简单 这个阶段全部三日冲 那么三日冲 那有的人就问到说 老师那有的股票是不是可以放空 可是有很大一个问题 有的股票你空不到 第一个你跟券商调不到券 第二个就是说 假设它今天跌停板的话 隔天开低你空不到 这也是一个实物上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三日冲 现在我们说 我的动作就是主流在架构在这边 先跟各位讲为什么我们这样做 这是配合我们对未来后市的看法 因为九月是复健 从八月底开始 我们做股票通通都做短 市场上的主流规格是很多人做隔日冲 那我们就来三日冲 我等你出掉了以后 我再接嘛 对不对 然后等隔天复原第三天 我再找卖点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讲完这个以后再来解盘才有意义 否则的话解盘就变成解释盘面了 那你解盘的目的 其实最终是为了要在盘面操作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把策略定出来 然后再来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们这样做 那我们看一下加选指数在早上的中午的时候跌破昨天的低点 破昨低代表维持空方的一个格局 它并没有代表什么 因为资金在做一个移转 因为昨天有量 所以资金一定是在做一个移转 什么叫移转呢 有部分的股票的钱跑到其他地方 第二个就是说 很多人听我们要解释盘式的时候 他说只要过了着高就算日出 收了着高就算日出 哪有那么简单 其实我告诉你不简单 日出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你一个空方局的过程当中 像这一根我讲过 过不了着高就是过不了 像这一样 今天早上随便开一个小高盘出来就过着高 它过不了就是过不了 它就不是日出 所以今天早上盘一开出来 那今天不是日出盘 你大概就知道 只是说当下你还不知道 杀哪一支股票而已 你就知道今天不是日出盘了 那开完开盘 你就知道杀什么股票了 很简单 就是我刚刚讲的 假如昨天是一个 流长下影线的大量盘 那就代表说买进卖出都很积极 一般的投资人 如果说是一些比较新手 他可能认为说下影线200点 而且带了一根尾巴带了一根红棒 那就是一个指纹的讯号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会强调日出日落一定有我们的原因 如果你不是日出就代表 你还是维持在空方局 那空方局当中你就要特别去小心什么呢 小心破着地的股票 因为昨天的这一根长虹 它是带量的 它带了下影线 所以一定有资金在做移转嘛 从破线的股票 也就是说从资金挪出的股票 转到下一波的股票 那现在的话外资第一个 他们想要抽钱走 因为有可能提前缩表嘛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个最危险的就是台积电 你看它昨天直接低点直接破掉 照理来讲 大盘如果说要做一个反攻的话 这个红棒不能失守 那看法就很简单 先越过这个红棒高点的就强嘛 先跌破这个红棒低点那就弱啦 股票就分道扬镳了嘛 这就是我昨天跟各位讲的 做股票第一时间反弹 全部都涨 你会看不出强弱 但是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说过了 会分道扬镳 能涨的在今天继续涨 不能涨就掉下来了 我昨天跟各位讲非常清楚的方法 第一个叫做义无反顾先涨 九点半就亮灯涨停 第二个叫做人家反攻 你是创新高 所以今天排面上最亮的股票 一定是聚集嘛 我昨天是不是直接做聚集给你看 有跟我们一起做到的朋友 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全市场一片好像大洪水要来一样 结果你坐在诺亚方舟上面 亮灯的聚集太闪耀了 那就是我们金简道的实力 是不是这样讲 有跟我们一起做到的 第一个先恭喜各位 第二个就是说记住今天这个感觉 对不对 我认为今天的聚集实在是太耀眼 耀眼到闪耀到一般的老师 可能连讲都不敢讲 但关于这一点 我们等一下来继续跟各位讲 我们还有其他的话题要说 就台积电 那么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新手 在去年底台积电大涨的时候 都曾经在心中放下豪雨 我只要这档股票续报 报个十年 我下半辈子就靠它 对不对 如果你的成本是在六百以上的 我想你今天开始心情开始动摇了 因为股票市场上涨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锦上添花 可是当你在跌的时候 不会有人来跟你学众送炭 因为市场永远只问新人好 没人去问旧人窟啊 当市场的新股票是涨的时候 一大堆去趁热点 沾酱油 对不对 当人家以前叫你买的股票跌的时候 没有人会跟你负责的 这就是市场上的一个 投资人的一个辛苦的地方 所以我的节目才会自诩为 我不会去做成那种新闻性的综艺节目 好笑的 好玩的 好听的 我的节目你看不到 但如果说你真心要在股票市场上 有一番成就 那你应该要好好的研究我的节目 因为我的研究专门 我的节目是专门在讲操作这件事情的 你看嘛 你台积电很简单嘛 这一轮大盘还没有失手寄线之前 你就在寄线下面 然后每次高点都不过 唯一过高点一次就空方抵抗 那照理来讲你着地不该破嘛 你既然是跳空开到颈线下面的话 你看收上来直接就破了 那大家也不要骂外资啦 我觉得也没有意思啦 你骂外资 人家又不会账户赔你钱 对不对 你潇洒一点 下次外资要卖之前你先跑就好了 做不做得到 怎么会做不到呢 做得到了 你看像国区我就刚刚跟各位讲了嘛 你在上升趋势线失守的时候 最慢你在反攻的过程当中 撞到月线的时候对不对 应该就会出现卖讯了嘛 那你就算反应都没有卖在这边 你这里出怎么可以吧 因为破季线出嘛 那你今天出这个新闻对不对 其实早就有人知道了 不然怎么会跌那么多 再来是鸿海刚开始跌 所以现在第一个先告诉各位 今天下跌的完全都是什么大型股啦 这个盘就是专门要让一般的那种小白新手 或者是说过去这段是刚进股市的人 等于是交学费啦 因为市场上有一种人叫做 一进场就开始赚钱 他觉得他自己是天才操盘手 事实上少年得志是大不幸 那市场上我们说 上天的恩赐是让一个投资人 一进场股票就开始赔钱 一进场就让他赔钱 你也赔不多嘛 你不可能一进场你就赔大钱 你刚开始玩一定是小钱玩嘛 所以一开始你赔钱就离开市场 你赔不多 那一开始你就赔钱 你还留在市场 你就会一直研究 到最后你会变高手 市场上最怕的就是一进来就很容易赚到钱 就像去年跟今年年初的行情 很容易赚到钱 他不用动脑的 一旦当市场上开始难做的时候 这些人会加码认为以前的做法是对的 然后把赚来的钱赔回去 所以我现在鼓励各位 现在是分出胜负的日子 你好好研究 好好认真学习 接下来赢家会是你 大盘关键是带大量 就是代表买进卖出都很积极 你昨天就不能失手嘛 你昨天的低点一破 当然今天关键一定不在你们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大型的电子股要避开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行育股在跌 可是行育股在跌它是在区间里面 它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这个其实很简单 你下去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你下去的时候低阶 上台的时候不要追 大概你就已经知道我在讲什么 大概就那个逻辑 因为没有错 外资也有货柜山 他们也会在这边调节 但是因为你货柜山成交非常的大 所以你在调节的过程当中 不至于就是把你灌到一个长黑或跌停或破滴 你看阳明的情况也是一样 虽然说今天下跌 但是它在红帮的范围内 如果说这个地方也灌下去的话 你就要开始做一下留意了 大盘应该会往连线的方向走 目前没有这个现象了 今天已经够重要了 今天外资卖那么多 你想想看对不对 没有卖穿的股票都算强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万海 好 那我们的做法很简单 我们当时跟各位说过了 我们说 理论上你只要做到三次到四次的价差 一次只要维持在10%左右 长明阳阳万海拉回来大概都40% 你这四次的价差做完 你大概就解套了 我是假设你套在最高点 假如你不是套在最高点 你套到半山腰的话 大概两到三次就解套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盘面的资金留在哪边 在散装航运 散装航运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没有外资抽款 第二个格子冲也比较少 第三个BDI在涨 所以我们来看到礼拜二 这是一个刚启动之前 礼拜三攻涨停 这是不是就第二天 对吧 那我们看礼拜三再涨停 礼拜四再涨停 那明天就是卖点了 三日冲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三日冲有的时候是这样 你若是第四天的中午才冲 第一天早盘才冲的话 变三天半 那其实这个节奏还是对的 你不用局限在自己 强迫一定要出在第三天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你比方说像今天的四维行 我们盘中就会先出 因为今天是算第三天 对不对 那你盘中先出 你可以先在这边做调节一半 然后你隔天把它全部出掉也可以 但那个节奏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就是 有的时候是两天半 第三天的盘中就出了 就是那个节奏就是属于两天到三天 两天到三天 有的时候你在第四天开盘的时候出 那也是一样的意思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在目前的盘面当中 其实资金都集中在最强的股票上面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盘中不卖的话 它万一拉回有时候大概四到五% 你会觉得说有赚得吐回去嘛 那因为BDI在涨了 所以我们这样做了 那中传我们看到涨到第二天 那四维行也一样 今天已经早卖点了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美其马了 礼拜三礼拜四 礼拜四在工涨停 有没有 所以我们当时来跟各位讲 逻辑就是这样 再来就是昨天跟各位预告的聚集 什么叫义无反顾 它是创新高格局 昨天跟各位说过涨有两种 一开始是大家都会涨 再来就会分道扬镳 聚集会继续涨 LED的驱动IC厂 今天再工一根涨停 昨天锁上去以后 今天再工一根涨停 对不对 一路锁到最后就变两根了 那明天是不是礼拜五 是不是第三天 明天是不是盘中开始找卖点 从这个逻辑当中你可以看嘛 当时高端疫苗也是一样 上礼拜五 八月十三号 再来是礼拜一 工一根涨停 再来第三天找卖点 你就三档三档三档 三支三支三支 这样一路累积 这个就是我们告诉各位 当时的每起码也是这样的概念 好 七六四内忧 八月四外缓 我们的操作方式维持这个三十充 当这个行情变成波段的时候 三十充自动升级为三三三 是现在它行情当中 我们给各位一个最好的建议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微现在再会再回来 面面俱到的悬骨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But come to more? Mind my name 022351616168 0223516168 摩尔坚持 用心悬骨 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悬骨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But come to more? 欢迎买点 022351616168 0223516168 摩尔坚持 用心悬骨 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悬骨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But come to more? 欢迎买点 022351616168 0223516168 车祸现场拍照 录影五人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 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机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来跟各位讲 这张股票创新高的格局 刚刚拉出一根长红 今天再创新高 来到中华化工1727的 这张股票 所以昨天我们有 先在这边跟各位预告 有一个概念 就是创新高的概念 因为现在盘面上的资金 很多是怎样 就像我刚刚跟各位一开始讲的 去年讲得很好很好很好 那今年发现 其实涨价没有像去年讲得这么好 行情就在杀了 那么今年才新出来的这些东西 就是行情被之前旧的股票杀出来 它要有地方跑 那它自然而然就移到了 新的题材上面 新的题材上面 因为现在创新高的股票不多 所以它就集结了所有各路人马 所有的资金关爱 因为创新高股票不多 反而导致于所有要做多的资金 都往那边跑 你会发现到创新高之后 它走得特别好 这就是我们来讲 昨天像中华化 你看它的这个题材 电动车的电池材料当中的 电子极硫酸 这个形态是不是跟 我们当时的美奇马差不多 因为现在重心还是在电池身上 你事实上你看到 美奇马创新高的时候 虽然说康普跟聚合也有涨 但明显没有美奇马漂亮 因为所有的钱都会集中去追 那个创新高的那一支 那大家都怕说 我今天反弹只是反弹而已 因为大盘现在在走一个空方局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 你要集结所有资金的话 一定是最强的股票 所以说在这边 你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就做三日冲就好了 就一路冲到 因为大盘终究会落底 虽然我不能跟你讲什么时候 对不对 可是在这个落底之前 你说盘面上资金有没有避风港 还是有 就是这些创新高的股票 所以我才会告诉各位 我们做三日冲 一路等到这个大盘落底 事实上大盘落底也不会太久了 台积电都已经杀 杀到最后都已经杀国具了 外资都已经没有东西杀了 那好股票在做最后杀盘的时候 就是落底的前夕 只不过就是说 这个过程当中 对一般的投资来说 会比较辛苦 所以邀请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个 这一次大反攻的动作 在反应的过程我们先三日冲 然后利用这些强势股 你看今天不用讲 聚集全台湾最强的 对不对 中华化再创一根新高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在创新高的股票 第一个我们看221大甲 这个最近也有在创新高 我们看一下建新国际 很明显 你说台湾化为什么 台湾化控股为什么不涨 但是又涨建新 人家就创新高 创新高反而有利 因为一般人的想法是说 会不会创新高比较危险 杀低的比较安全 买低低的比较安全 这逻辑虽然有一点点对 但是你低 你要有一个打底的形态出来 你像中航台航 它是有打一个底部的形态出来 你不能说你纯粹只是跌这么深 连底都没有打 你希望它跌V型反转 不可能 你怎么有可能会突然V型反转 对不对 你去看那个什么 长龙阳明万海 它是打了多久的底部 打了至少13 14天了 对不对 那个BDI更久 而且BDI它是 闪状航运更久 而且闪状航运它是BDI在创新高的前提之下 它在那边打底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建兴今天就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所以你看 你可以看嘛 对不对 它创新高的格局 这边就吸引了更多的资金 对不对 它就是这一波吸引更多的资金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上攻了还有一档旺系 旺系当然它是最早攻上去 九点半就亮灯了 所以今天还是一样创新高 还是有一个高点 今天还是有一个高点 那证明了我们昨天讲的重点 就是说 第一天你会觉得大家都在涨 但是到了第二天第三天 以后你就分到扬镳 能涨的股票会继续涨 不能涨就会掉下来 今天就这个现象 那我这边也可以告诉各位 这个现象以后变成一种常态 其实股票市场这样才正常 去年那叫不正常 今年年初那个叫特殊的例子 这个其实还是正常的 那其实不会难做 只要你接受它 很简单 我们说三根长红棒 你抓它2到30% 连续三根一样 一张股票也不见得 一定要拼它一倍 在我们看到散装航运 BDI在涨的过程当中 中航台阳上去了 还有没有其他散装航运 我们来看看这张股票 1708的东简 它有15艘散装小船 航运事业大概在3到40% 其实航运事业不要占太多% 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各位讲 我举这个例子 东简还要做肥料 肥料其实在国际间 报价是在涨的 照理来说台肥应该要涨 为什么没有涨的 因为今年很多的产业 被人家吃掉它的利润 但是重点来 它自己有船 它吃不掉 对不对 它自己有船 然后它的船还可以租人家 就变进可攻退可守 类似这样的概念 大概还有很多 不过我想比较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我现在来邀请各位 大家听清楚 这一次如果你没有做到 每起码聚集 对不对 高端疫苗 那么你会发现到 老师有点可惜 不会可惜 因为我告诉各位 周末的时候 我们明天要开始出股票 因为很多到三四冲的 这个范围内了 进入设成范围内 那我们就会有赚的先把它出掉 出掉以后 我们要布局下一档股票 我们认为是下个礼拜必买的股票 大盘在做最后赶底 那我们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你来回打底的过程当中 我就多三十充 一个礼拜抓到一到两档就够了 所以这个礼拜 我们的股票会在明天开始做卖出 接下来我们也会在明天买进新股票 如果你前面几档股票都没有跟上的话 务必跟上这一次 这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明天带各位做进场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从YouTube映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式点净 线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凡事解析 水算水看 很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自己安赖在一起 我好坚持用心宣布 从全球经济迈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球马面 面面俱到的旋骨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Pi in my band 022351616168 0223516168 摩尔坚持 用心旋骨 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球马面 面面俱到的旋骨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Pi in my band 022351616168 0223516168 摩尔坚持 用心旋骨 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球马面 面面俱到的旋骨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买电 022351616168 0223516168 大家好 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塔医师 接种COVID-19疫苗后 可以预防感染 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 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 提升COVID-19疫苗接种率 然而部分国家 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 确诊及死亡人数 却不一定逐步下降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 就松懈了防疫措施